这个熟化 熟化嘛 然后熟化 这个功能性的微生物就是 经过我们挑选出来的 譬如说它那个土壤 如果说 种东西都会很容易就腐烂掉 那个根腐 有那个根腐菌 或是那个地方有什么 经常种不耐起来 都有什么病变 有些 有一种叫做利枯失菌 就利枯病 它长得很好 它植物长得很好 两边一众比赛 你看我的长得比你快 但是它经过可能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或两个月 整株死掉 长得很那么好 为什么会死掉 因为它得了系统性的利枯 利枯病 它都 人家说骑上就死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土壤 有问题 土壤有问题的时候 像这种系统性的 你整个没办法救啊 那你其他的 根腐的 一种下去还没长大 根腐菌烂掉了 有的是金腐 有的是叶腐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用鸡葳 基本上在土壤 还是你要用在地面上的部分 或地面下的部分 就看情况 那那一种就是用功能性 微生物 比如说我根腐病的 我知道了 已经有这个病死了 根腐菌 去医生看病例会几乎的话 你有看过什么 什么病 我们种的 种多的 怎么经常都是 那个根就腐掉 长不大 或是长起来的 这个长得很好的 一下子就死掉了 没有结果 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把 从我们找的这个微生物 它要针对哪一种 去加强 而且这个加强 这个微生物不是只有一株 是要整举的 因为它微生物太小了 所以我说 你市面上买什么 我这个是什么菌 什么菌 那种都单一种 独 我们讲说以前有一句话 叫独木难知 就是你要盖一间房子这么大 你不可能只用一个很粗的 这个柱子就可以把它撑起来 你一定要很多的柱子 来撑一间房子 才有它的作用在 所以说 一样这个功能性的微生物 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会去挑 挑这大概需要的哪些 派这些特种部队过去 它就在这个 你要添加的这个材料堆毁当中 已经进入到土壤了 入到土壤去混合的时候 你看 它这个已经有特种部队 去清掃这个战地的时候 你看这个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呢 就不会再发生了 所以说这很好玩 这个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有去把它找出来的时候 你去做出来就有这种作用在 那你说说这个基本上呢 基本上我们这个 这个讲的这些东西就是 基本上的一个流程 你有东西你要做的 你去把它做一个混合 那混合有主要的东西 我们讲到负质材就是说 你怎么去覆盖 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就皱成桶 你是慢慢每天的 如果说在家里的厨余 自己要做 你慢慢一点点倒进去 不管说这个树的分的植物的 但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 倒了今天倒的这个东西 去把它做一个比较干净的整理 你就是要覆盖 覆盖现在最好的就是说有那个粗糠 倒可粗糠 那个是又轻 大概如果说我们在家里做 少量去那个粘米厂去跟它要一包 那它不是 它要卖的话 大概是一二十块钱买一包 我们就做的 就能够做到五粒了 因为你自己做的不多嘛 所以你只要撒 撒在上面 然后这个隔天你再撒 或是三五天还没满的时候 你要不要搅拌一下 上面再撒 这个都是很干净的 所以说这个做法这样子做的时候 自己家里也可以做 但是群体做会比较有那个 集体的音乐 集体的这个力量 集体的力量做起来 家里又有做 我的怎么样 这个就沟通 这个就很有趣 这个就很奥妙 好 好